我們今天要教的啦 就是最後要強化我們的APP 我們今天會教非常多的元件 那會讓你的APP更豐富化這樣子 好那首先啦 我們上個禮拜就有講說 我們要教大家如何跟你的圖像做互動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plot plot output產生出來都是一張圖嘛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跟那張圖做互動 這個你們應該大概都了解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首先要怎麼去跟圖做互動 這件事情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先複製貼上 一樣我們先複製貼上 所有我們的UI跟Server的語法 如果你覺得這個 你如果用自己的筆電的 你也可以複製貼上一下 這樣會比較有感覺 好我們按下Run了之後 好這是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現在的畫面 好你注意一件事情 你把鼠標移到上面 圖上面去 你有沒有看到 在第三個 Plot Hover這邊 這邊 Hover這邊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欸它有一些它好像 指標移到哪裡 它好像 就在描述那個指標的坐標喔 你看我現在 定在1040這裡 它是不是 你不是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個X跟Y 9.86跟39.2 對吧可以接受吧 好 那 這個 所以說你發現我們其實可以跟蹤我們的 指標 它現在在哪個位置喔 你可以看到 看到那個X跟Y有在動了嗎 有看到嗎 應該有看到齁 好不好 好那你做一件事情 來 如果你單點一下 單點一下 點擊一下 好點擊一下 這個坐標是不是被定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剛剛點在哪裡喔 對不對 好一樣我再Double Click一下 Double Click之後 Double Click的地方也被點到了喔 按 如果再點一下 那點的地方就會被消掉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然後 注意你還可以 按一下 長按 拉框 看到了嗎 它甚至還有這個 移動那個框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發現這個圖其實是 非常具互動性的對不對 可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到底怎麼寫出來的好不好 這個 這個功能夠炫了吧 這個 可以做出非常多功能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些功能 它到底 它到底是 就是 這個程式怎麼寫的 我們先看UI 這個UI啊 上面就是一個 Plot Output 對不對 然後 Output是Plot 1這個元件 然後重點是 下面多了一些參數 這些參數 在以前是沒有的對不對 以前沒有這個東西嘛 你看到了嗎 Click等於 Plot Click DBL Click 就是Double Click 等於Plot DBL Click Hover 等於Plot Hoover Brush Plot Brush 好 這一些東西 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 現在 在 Output的一張 Plot 1之後 我還想要給它 四個 Input的元素 這四個 Input的元素分別是 按一下 按兩下 然後 跟這個指標 現在移到哪裡 還有這個 這個 就是 你拉的那個框 是什麼東西 好 那下面這裡 就是四個 四個Information 對不對 四個Information 把它Print出來 我們回到我們的 Server端 我們的Plot 1 它就只是把 Data 這筆資料把它 Plot出來而已 這沒有什麼 了不起的 對不對 好 Click Info Hover Info Double Click Info Brush Info 看到了沒 它其實就只是把 我們剛剛 Input裡面的 Plot Click Input裡面的 Plot Hoover Double Click Brush 把它Print出來而已 好 在前面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連到Server端的 這個東西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它連到Server端的 這個東西 然後 Server端的這個東西 用這個 把它傳到 這裡來 這樣看到了吧 首先 UI Ui端先有一個 Plot 1 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東西從哪裡來的 Server端的Plot 1 傳給 這個Plot 1 對不對 傳給這個Plot 1 之後 下了四個參數 這四個又是 新的Input 這四個新的Input 丟到 這些 丟到這裡來 丟到Server端的這裡來之後 它又被 Server端的 這個東西 Output回 UI端 到這裡來 給你看到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我們現在 我們是不是知道 R 其實R的是個Shining App 我們其實是有機會 跟圖形做互動的 就是 因為我會 我知道我現在的指標 在哪一個坐標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到這裡為止 你可能會覺得 我現在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新的功能 可以帶給我什麼 好的 帶給我什麼資訊 這樣 好我們來 再貼一個 UI跟Server來看一下 再貼一個 好 來 這個 我們再貼一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我們首先先看 我們首先先看 左手邊這個 好 左手邊這個 我現在拉框 你發現了什麼 什麼東西動了 我再把框點掉 右手邊這個圖動了 對不對 好我再拉一次 我現在拉這三個點 欸你有發現 這個圖就是它的放大 對不對 看到了嗎 這個圖就是它的放大 如果我沒有 我如果點掉沒有拉框 那它是 欸 我如果點掉沒有拉框 它就是本來的樣子 那如果我把它拉了 主要我拉這個 欸它這邊是不是就只看到一個點 它這個軸 是跟這個連動的 好等一下我們再看 Server端跟UI端 我們要怎麼設計這些東西好了 好不好 好這 所以這個看起來已經很炫了 對不對 右邊是左邊的放大鏡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更厲害了 拉框 沒有什麼改變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改變 我在框裡面連點兩下 你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根據我那個框就放大了 再來 我連點兩下 是不是放大了 那我要返回怎麼辦 點一下 欸 好 在空的地方 就是你沒有拉框的狀況下 點右 點兩下 它就會回去了 再一次 點兩下進去 點兩下進去 在這邊我沒有拉框 直接點兩下 是不是回去了 好 這功能夠炫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出這些功能 好不好 來看著我們的 UI跟Server 你看著UI 是不是覺得 哇靠這超簡單的 這個UI 來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來 Part1 Part2 Part3 Part1只有一個 Brush的功能 那 Part3 它同時有 Double Click 跟Brush的功能 好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到Server 端我們來看 我們是怎麼做的 好到Server端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 必須要有一個東西 叫Reactive Value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我們今天是第一次教喔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這個東西在暫存 暫存我們某些Value 這個Value 它的這個Reactive Value 它的裡面的格式 它實際上是一個List的格式 所以它裡面可以放任何東西 你可以放一個Data Frame也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Range1 現在它Default是一個List 裡面是X跟Y X跟Y現在都是NUN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注意喔 Reactive Value 這個是暫存 暫存資料 暫存資料的函數 這邊有一個叫Observer 就是 當做了什麼事情 我就要做一些變化 來 Observer 這裡有一個Brush 1 這裡 Input Brush 當這個東西改變的時候 當這個東西改變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被 激活 就會去執行這一串語法 這串語法在做什麼咧 來 如果 Brush 1 它是NUN的話 NUN代表什麼 代表我這裡沒有拉框嘛 我這裡沒有拉框的時候 那個Brush就是NUN 這樣可以吧 前面那邊你應該有看到 你沒有拉框的時候它就是NUN 對不對 好 你沒有拉框的時候 然後 如果它沒有拉框的時候 它就走這條路 Range 1的X就是NUN Range 1的NUN Y就是NUN 所以就是這裡嘛 對不對 就是回到Default的狀態嘛 那如果你有拉框呢 如果你有拉框的時候 Range 1的X 就是Brush 1的Xmin 跟Brush 1的Xmax 所以就是這裡到這裡 這樣可以吧 這個值跟這個值 好 同樣的 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是Range 1的Y 就變成Ymin 跟Ymax 所以就是這個值跟這個值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上面這兩行 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在Plus 1上面 做了一些事情 那我的Range 1 這個暫存值會改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暫存值會改變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Plus 1到底是什麼 Plus 1那個非常簡單啊 就只是把剛剛的這個 Cars這個Data把它Plot出來而已 這樣可以吧 這只是把它Plot出來 我們來看Plot2 Plot2其實也只是把Plot 把剛剛的這個Cars Plot出來而已 只是現在加上了 XLimit跟YLimit 那這個XLimit跟YLimit 分別是多少咧 就是我們剛剛暫存的這個value 我們剛剛暫存的這個value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 暫存的value 有時候是none 在這樣的狀況下 它是不是none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它是 沒有XLimit的 這樣可以吧 在這樣的狀況下 它是沒有XLimit的 跟YLimit的 所以它就是原圖 那如果我拉了 這個暫存值是不是改變了 這個暫存值改變了 對不對 因為被它改變了 所以 Plot2是不是就有XLimit跟YLimit了 所以在這張圖上呈現出來的 它是不是就是 改變了之後的結果 好 這樣理解那個邏輯了嗎 應該理解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張圖上面 第二張圖 因為我沒有設置任何的 動作元件 所以說 這張圖上你是沒有辦法做任何操作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三張圖 它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給它兩個動作元件 一個是Double Click 一個是Brush 所以單點是沒有用的 只有Double Click有用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接著 我再產生一個Reactive Value 這又是一個暫存值 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暫存值 存成叫Range2 Range2 那Range2啊 來看著喔 Plot3 Plot3它本身就是 這個 把Data Print出來 然後它的XLimit就是Range2 XLimit跟YLimit就是Range2的X跟Y 那Default的狀況下 它的X跟Y都是NUN嘛 對不對 所以Default的狀態下 它是沒有任何Limit 這樣可以吧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我拉了一個框之後 這個東西有改變嗎 沒有 所以它還是NUN 對不對 那它什麼時候會改變 來 Observate Event 當你點下Double Click的時候 當你下Double Click的參數的時候 Double Click就是雙點嘛 對不對 你現在拉框 我現在回去 我現在回去 你現在拉框 它應該是沒有任何反應對不對 當你下了Double Click的參數之後 你看它會做什麼 當你下了Double Click的參數之後 我現在先檢查 你有沒有Brush 如果你沒有Brush 你沒有Brush 就走這條 還原回NUN 就是回到Default值 所以如果我現在沒有Brush的狀況下 有連點 它就回去了 因為它回到NUN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我有Brush呢 我雙點 我就會看 我的Brush的數值是多少 我就把Range2的X跟Y 改成 Xmin跟Ymax Ymin跟Ymax 那這一個 暫存值改變了之後 這張圖就自然改變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這張圖一改變 這一個 這一個Brush就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有說 Reset on new是True 如果我這裡改False 我這裡改False 再做一次 我拉框 雙點 這個東西就會留著 這樣可以吧 可是問題是 我剛剛給它 Reset等True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它就會消失 拉框 點擊 就不見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我們這兩個 語法應該解釋得非常清楚吧 你學到了什麼 第一個 我有辦法跟我的圖形做互動 第二個 我學到了 reactive values 這個是暫存值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在Shiny裡面暫存value 就需要靠這個函數 那第二個是 observer 跟observer event 我要去改這個暫存值 我需要用什麼事件去trigger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來練習衣出來了 練習請你在這裡下載範例檔案 下載下來之後 你應該看到裡面會有一個文字檔案 這個檔案是 描述 五個人的 位置在哪裡 什麼意思呢 這邊有 Current Left Current Right Raw Button Raw Top 那我們現在 把這個Data把它讀進來看看 請你開一個新的語法喔 好 好我們今天是Lesson15 好我們把它讀進來之後 我們看 我們現在看不懂這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好首先 請你 這是我寫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 showimage 這個showimage這個函數寫得很複雜啦 那 你只要記得你要下載這兩個library就好了 就是這兩個package你要下載 好 那你現在 右邊是不是有個showimage這個函數 這個裡面怎麼寫齁 你不要管它啦 反正這也不重要 好 重點是 就是我們首先 可以把 example file裡面的 好第二個 第二張圖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我們可以用showimage這個函數 把image呈現出來 並且把 屬於第二個image的 boxinfo 屬於第二個image的boxinfo 長這樣嘛 我們把它讓showimage看一下 好你看到了吧 他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人 這個人 他在這裡 他是不是被框住了 這樣可以 他被框住了 這樣可以吧 他是不是被框住了 欸當然啦 這個 你說這個座標怎麼那麼剛好 那個是 有人去做的嘛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我如果現在給你一張圖 我boxinfo 我只showimage 我boxinfo不填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這個人的這個座標是多少 你覺得你會知道嗎 你不會知道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要怎麼辦 慢慢試嗎 慢慢試出這些數字嗎 絕對不是嘛 對不對 剛剛我們既然都學會shiny要跟圖形互動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寫在app裡面 呈現出那張圖 brush它 然後可能double click 欸這個information就自動記錄下來了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欸我問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把人框出來這件事情 有什麼重要的事 有什麼意義啊 你們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我不知道你們這些有多少人 有概念的啦 如果你們想要做自動駕駛車 你們想要做自動駕駛車 這個車子必須認得前面有個人吧 對不對 AI 你應該非常清楚 你要做一隻AI 讓他可以去認出 這是一隻 這是一個人 你要做出AI之前 你需要收集數據 收集數據就是 你要把這張圖 哪些哪個地方有人 把它框起來 把資料記錄下來 這樣AI才有辦法去學這個檔案 以後AI看到這張圖 自動產生這個檔案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吧 這樣可以啊 好如果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之後啊 你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前提寫出一個系統 這一題 我希望給你們20分鐘的時間 你們稍微練習一下 你們如果 你們在前 我給你們的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 你們要馬上 你們要做出它齁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你們在20分鐘之內 是不可能做出它的 所以說我給你們的建議是這樣子 你們直接複製這個答案 直接複製這個答案 你們不可能做得出它 你們要做的是 去感受一下它 去把它整個流程 去把它 等於說去 它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你要去非常清楚的知道說 它這個東西 它傳到了哪裡 然後它回頭給誰 然後又怎麼樣 所以這20分鐘的時間 是讓你們複製貼上之後 去感受一下 什麼東西 這個圖片上傳了以後 東西到哪裡 然後 哪裡又做了什麼事情 那你又 你又做了什麼事情 那最後它有哪些功能 然後全部都寫在同個系統裡面 這個程式碼 既然都給你們了 你們以後 我不知道你們有些人啊 就是可能大學生會比較困難 做生班的學生 你們要做 以後做論文的時候 要做深度學習 你們非常有可能 就要用到這個程式了 因為你們需要教它嘛 你們需要教它 你們要標註嘛 標註你們就需要 你們不可能 去自己把那個座標示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一定是用 網頁去做這件事情 好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這一個 網頁 我剛剛就是直接複製貼上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都有多少功能 那你之後 如果說 你想要在你的 APP裡面 想要加入這些功能的話 你要從這裡 哪些地方抄 好它的功能 是這樣子的 首先 可以上傳檔案嘛 對不對 沒有上傳檔案的時候 這裡完全是空著的 好我們到桌面 Example 然後把其中一張圖 把它拉進來 好我們就拉這張好了 好 接著 這裡 欸這個指標是可以移動的 我們可以對著人 拉框 對人拉框 然後雙擊 他是不是被拉上去了 好如果你覺得這裡有一個人 當然這裡沒有人 拉框 雙擊 他是不是就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這裡寫的是person 他這裡寫的是person 那跟這個是連動的 那當然我現在radio button 只有寫一個 那你以後可以多加 對不對 好然後來 點擊 點擊這個框 delete 他這個框是不是就消失了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他還有哪個功能 他可以把這個檔案 download下來 那這是不是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我們說座標很難記錄 那是不是就被我記錄下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而且我跟你講他還有一個更 更屌的功能 等我們把這個拿到再說 好你看他是不是記起來了 啊不 我們剛剛原來我們剛剛讀的那個檔案 就是用這個APP產生出來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還有一個更屌的功能 就是那我換圖 好換第二張圖 好現在這邊有個人 雙擊 這邊有個人 雙擊 這邊有個人 雙擊 好這裡 所以你看三張圖是不是沒有不見 他的框是 可是我現在只顯示這三個框喔 我現在在換回剛剛那張圖 喔我按錯了 他是不是這樣這個框還留著 所以說我是不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我現在提供的這個範例 你是不是可以就要一次 給你100張圖 你是不是可以一張張標完 然後全部download成一個大表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麼多功能他到底是怎麼一個一個做到的 好不好 好首先 我們先看UI 在UI端 就是有一個 UI端其實 你到目前為止 就是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 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UI其實是簡單的 對不對 因為他有什麼元件 這裡有一個行字 然後這裡有個 file input 對不對 這裡有個 radio button 對不對 這裡有個download button 對不對 這裡有個plot output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 可能是action button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 data table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你只要看得出來 或者你只要 你只要 到目前為止 你只要有辦法想像什麼東西要擺哪裡 他其實UI是很容易想的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UI 來 首先 先food page food page就是白頁嘛 對不對 白頁然後 food row 分4比7的 4 比7 所以這邊還有留1喔 量配吧 因為總共12嘛 好 4比7這個4勒 來 file input 在這裡嘛對不對 好 radio button 在這裡啊 download button plot output br action button datatable 欸 是不是 UI其實蠻容易想的 對吧 所以這個程式 不是難在UI 對不對 是難在server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到底用什麼樣把 這麼多神奇的東西 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 files 是一個關鍵嘛 當你 當你是一個空的 網頁的時候 你沒有files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就 他當然就是什麼都是空的嘛 所以files是一切的源頭 我們來看一下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先載入 show image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反正 你們也不用知道 這個函數裡面是什麼 你們只要知道 給他一張image 給他個box info 他就會自動產生了嘛 對不對 好來 shiny server reactive image 如果files 是none的話 我就returnnone else 我就把那張圖給他讀進來 然後把image return出去 這個reactive 這個函數 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之前幾節課 已經教過了 也就是說 隨時你有檔案的話 就把檔案暫存下來 這樣可以吧 好 my table 他reactive value 他現在的table 注意 my table是一個list 這個list 下面有一個 table的元素 這個元素 他是 目前是none 他之後是data frame 他目前是none output plot 那你把檔案上傳上來之後 你把檔案上傳之後 上來之後 他首先就是要把image 讀進來 那如果image 是有的 如果是有image的話 我就把image秀出來 我就把image秀出來 首先你先看這裡 isnone image return run else 我就把image給秀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在這裡 所以如果input的file names input的files裡面的name 他是none的話 那我就 我的boxinfo就是沒有東西 那如果他是有東西的話 我就把my data的table 把它叫出來 叫出來 並且我要 my boxinfo裡面的imageid 他要等於 input裡面的files裡面的names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剛剛如果同時有好幾張 image的boxinfo 我只會選擇我當前這張boxinfo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他是根據file names 去file name去做選擇的 好繼續 observant event 如果你double click了 如果你現在double click了 你現在double click的話 我先檢查你的brush 那我先檢查你的brush 然後如果你的brush是有東西的 並且你有一個file name 那我就產生一個new data 這個new data的格式是 object name等於input object 這個input object就是我的radio button 對不對 好接著 brush xmin brush xmax brush ymin 然後probability等於1 imageid等於input的files裡面的name 然後這個new table 直接跟我本來的mytable 的table 把它做一個rbind rbind之後回來覆蓋mytable 所以我一開始double的值是nun 對不對 但是隨著我點雙擊越來越多次 我雙擊越來越多次 它就會一筆一筆的被加進去 對不對 因為它一直被rbind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接著 來 如果你點下delete 你現在點下delete 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為什麼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它要先看 你選了剛剛那個table 你選了什麼 你有選 那就可以delete 你有選擇才delete 你有選擇的話 我就用負指標 負向索引 把那個刪掉 再覆蓋回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data table 你看到這個data table 它其實就只是把我的mytable 把它呈現出來而已 然後我做了三位小數的 我只呈現三位小數 然後它變成一張data table 秀給你看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有一個data table 這個data table 你可以做selection 欸你是不是上一節課 我教的東西也用到了 對不對 selection selection它就會被記錄下來 selection跟這個action button 可以做一個互動 這樣可以吧 好最後 我們的download button 它其實就是把我們當前的mytable 把它寫成csv檔出去 這樣可以吧 好你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功能移應俱全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所以我說你要在20分鐘之內寫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希望你們的是 去體會一下 它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步驟 它到底是 這個ui端的這個東西 它是怎麼連去 連去server端 然後它是怎麼去 觸動它的這個 就是去開啟它 去做運算的那個 東西 然後去修改暫存檔 你注意到它其實核心暫存檔 就是那個mytable 對不對 那個暫存檔是怎麼被 多個event 去動動態修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目前為止 你會覺得那個東西 你目前乍聽之下 正常人到這裡 就是覺得有點困難 那沒有關係 因為 我也沒有要你改 你先 你應該不是去改它 因為你現在對它不會有感動 你現在沒有需求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應該是 等到以後你有需求的時候 你說 原來改暫存的那些方法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學到 那我就到這邊去抄 那我現在要教你們的是 你發現 你重點就是 你要如何抄別人的程式 對不對 我們發現 那個shining的gallery裡面 有一堆程式等著你抄 那我現在有個想法 我要怎麼樣把我的想法實現 因為別人不會幫我寫好 但是別人可能會寫類似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 我們在前面幾節課 我們就教過 抄別人程式是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 我們如何 在shining上面抄別人的程式 好 以這個程式來講 你現在寫了一個網頁 我問大家一件事 你們現在 剛剛有人給我看了一個網頁 好 那 你想要給所有人用嗎 還是你想要有帳號密碼才可以用 搞不好你會覺得 我要有帳號密碼才能用啊 對不對 那我怎麼樣讓他有帳號密碼才能用 嘖 我不會寫 我現在寫不出來啊 對不對 可是這個功能 照道理來講應該 照道理來講應該有人寫過吧 對不對 欸 所以請你google shining password input 而你會發現 其中有一個討論串 欸 是有這個東西的喔 是有這個東西 那有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複製一下 這個人的範例code 好我們複製一下之後 我們把這個runapp把它打開 欸看到了吧 這裡是不是有 欸這裡 他一進來是有一個這個的 對不對 好來看著喔 他是 他的 喔我來看一下他的password是什麼 他的 Turtle test 好 Test Test 好我故意打錯 我故意打錯 他是不是都進不去 啊如果打test 是不是就進去了 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他給的範例 好那 當然啊 我們要來拆解一下他的程式 他這個程式碼裡面 你看到 他是不是有個UI1 跟個UI2 看到 原本UI1跟UI2 他是不是有這兩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那他的這個 買username跟買password 當然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那當下log當然是false嘛 對不對 他還沒有login嘛 好 這個UI1 顯然你看 text input password input 他顯然就是 要讓我們輸入帳號密碼 那這個 這個 UI2 他現在只有一個 Test 這個tappanel 這tappanel 就是 如果你要做什麼 這個 這個 這邊有個什麼 Navbar page Navbar page 我們之前學過嘛 對不對 就是 你這個網路就是 Navbar page 然後這個tappanel 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來 我們繼續拆解一下 他的這個 好 如果 log 所以observant 如果log等於false 那我就 我就用UI1 我就print UI1出來 to call print UI1出來 如果 else的話 如果他是 這個 log是true的話 我就把UI2 弄出來 所以他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做UI的切換 對不對 那我怎麼確定他 他到底目前是 有 他目前是登錄狀態 還是沒有登錄狀態 你看他是不是用了暫存這個技術 他用暫存的技術嘛 對不對 他用了暫存的技術 然後 如果 password 跟 username 有 吻合的話 我就 把它 改成true 那我把它改成true 這裡是不是就 會往UI2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你大概了解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怎麼去拆他的 看著啊 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 我們在這裡開一個 買APP APP APP 好在這裡你開一個 15克 你開一個global 所以 所以global這個 global這個語法 代表是 這個所有 你要 run UI跟run server的時候 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用到global這個語法 這樣懂 就是 他預先載入 好接著 server 好先UI好了 UI我把它貼過來 好 好 server 好這個是我們喜歡的形式啦 好不好 這是我們喜歡的形式 server 好 你看到了嗎 UI是什麼都沒有 他只有html output global裡面有兩個 UI1 跟UI2 然後 server端 default是沒有log log進來 然後 有的話他就會trigger 這個 他就會把這個值給他改掉 改掉了以後他選擇UI1和UI2 好我們再按下run 好 tester tester 好是不是進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 你就算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你發現了什麼 你發現 其實 你如果要password的這個 就是你如果要password的這個功能 就是套入他這個框架吧 你去改他嘛對不對 那 他這裡是不是 tappanel之後下面是不是就可以改了 這個nebar page tappanel下面 這我們就可以改了 我們現在給他加一個東西好了 來 加一個東西 p hello 好這樣子 我進去至少會看到hello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按下run tester tester 你是不是看到hello了 好 你覺得這樣加不過癮 那我們再加個tappanel 好我們這個叫做tester to 好再來一個 我們給他一個radio button好了 好我們就給他1跟2好了 1跟2可以選 好這樣 這樣加的東西夠多了吧 來再run test test 進去以後 看到了吧 這裡是不是有個radio button 好 所以請你 你現在要做什麼嗎 來 這個 喔我們在第二個頁面 喔我剛剛就在示範如何在第二個頁面上增加東西 你其實就在打這裡而已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好 我們加了一個slider input跟一個plot output 對不對 我們先按下run test test 好這裡是不是有多了一個slider input 但是這個plot現在沒有任何反應阿 為什麼因為現在 我並沒有在server端改寫嘛對不對 我要怎麼在server端改寫 我需要給他一個 我需要給他一個diskplot的這個 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他必須跟input的obs連動 注意他必須放在 他必須放在這裡喔 他必須放在logger等處的時候 我才要做這件事情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test test 看到了吧 這是我們 一開始學網頁的時候 最簡單的 這個laba 然後改這個圖 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你學到這裡都覺得很簡單 我們給你一個困難的作業 把兩個很複雜的 程式都在一起 剛剛那個練習的標註系統夠複雜吧 好 夠 練習 那我們剛剛學到了password input 對不對 對不對 好請你把 剛剛那個標註系統 的 功能 全部放到 帳號密碼輸入的 這個 原件裡面 我要跟 你其實就是貼兩份程式嘛 讓你融合成一體 對不對 兩個 網頁的功能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就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希望 你如果覺得很簡單 那我真是恭喜你 你以後無可限量 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這一個題目 其實會做的人可能兩分鐘會做完 會做的人兩分鐘會做完 那你可以稍微試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 15分鐘的時間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解答 這個解答 我故意 我故意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從頭做到尾 我告訴你們怎麼三分鐘就把剛剛那個東西做完 好不好 首先你先複製這個 複製這個第二節的這一個 欸欸這個是這個是Global 好然後UI端 我們就複製這一個 然後 server端 就是用本來這一個嘛 好現在是不是test test 這樣出來 好是不是這些該有的都有了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重點就是我要把這個頁面 改成剛剛的標註系統 對不對 你如果 你如果夠 你如果夠就是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 欸其實剛剛那個 through page 我是不是不需要再用他了 因為我已經決定是那8 page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 從這裡到這裡 這樣可以吧 從這裡到這裡 那我可以把他貼到 global的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剛剛這個啦 這兩個我就不要啦 這樣可以吧 我把他貼過來 然後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你們需不需要先貼 server端 不用喔你們不用貼server端 你們不需要先貼server端 UI端就可以呈現了 只是他不會有任何反應啦 好來 test test 欸看到了吧 只是你現在去做他沒有意義啦 因為 因為他server他還沒有連動嘛 對不對 好那接著咧 你只要在server端 欸server端你要貼的東西是什麼 show image這個函數要貼啦 所以說你可以貼到這裡來 show image這個函數 你把它貼到global這裡來 然後 接著 UI端 他這一些東西是不是就是 這一些他是不是就是 我們在寫這個 shinyui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是 就是模塊化了 我們就要模塊化了 這邊一塊這邊一塊這邊一塊 我們把這些模塊 直接貼到server端的 到這裡來 我們把它取代掉 變成這樣 好儲存 run test test 進去 欸現在是不是所有功能都好了 好 再開一個 delete download 欸這樣是不是全部的都過來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我這樣貼起來 你們會不會覺得非常困難 如果你們覺得 這一題真的是很簡單 那真的是恭喜你 因為你以後 你以後你的網頁幾乎無限可能 因為你會抄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現在學寫程式 剛開始學寫程式 你們就是抄就對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程式好像也沒有什麼著作權 反正就是抄 用抄了就好 他會放到網路上 就是要給你抄的 好不好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那 這個 欸 我們這樣子學會了以後 我們現在還缺什麼 我們現在其實什麼都不缺了 我們現在缺的就是 你必須自己有能力 去Gallery上面去找很多 你喜歡的元素 然後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我這邊推薦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元素給大家 這個東西叫 Google圖表 我們之前做的圖表 裡面的圖表你們覺得好看嗎 沒有非常好看 如果你跟某些 某些軟體畫出來 就是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還是比較好看 那我平常講 我覺得沒有非常好看 那沒有非常好看的關鍵 還不是在好不好看 是缺乏互動性 你那個 你不覺得要在Shining App上面要把那個 互動性搞出來 那個蠻累的嗎 欸 那我們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Google圖表 來這個 點進來 Google Vis Vis就是Visualization 的那個 Visualization可視化 的那個 我們點進來看 你覺得這圖表 看起來怎麼樣 你鼠標移上去 他會告訴你數字 這圖表看起來炫吧 這些圖表 同樣都是batchart的折線圖 然後散步圖 我來找一個 散步圖 為什麼Google的圖表 看起來就是特別屌 你們有沒有覺得特別屌的感覺 我好想用他喔 怎麼用 來 這裡是不是有範例語法 這裡是不是有範例語法 好當然啦 你要先 你要先下載 你要先下載 Google 你要先下載Google Vis這個 然後你把它 然後你複製貼上 欸喔你要 要先 太快了 要先產生這個Data Frame 好再來一次 Live Proto 看到了吧 我是不是畫出來了 我畫出來了對不對 好我畫出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想要 把它放到我的App裡面 對不對 這樣我才會 這樣子這個 這樣子才是我的東西嘛 對不對 來 圓餅圖 這個範例我就不貼了 好不好這個範例 好這個 好我還是貼一下好了 我還是貼一下 太不給面子了吧 沒有從頭貼就不能 欸 喔 我要先 我要先read這個Data 好啦 我懶得read這個Data 還是read一下好了 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Data就是我們之前 這個 就是這個 欸 每一個病人的這個狀態啦 好不好 這個我們畫圖的時候有用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到了吧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圖把它畫出來了 這圖應該是比之前我們做的那個 再漂亮一點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 來畫一個 我們來畫一個 就是這些就是default啦 我們來給一個範例好了 散步圖 這個散步圖啊 這個散步圖 我們以前的散步圖是不是 畫上去以後 這個點 是 坐標是多少 我們就不知道了 對不對 阿現在我們是不是看得到了 好還有更進階的功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邊好像下了非常多參數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 有什麼功能 來第一個 他的這個高度 這個點的大小變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看喔 拉框 他是不是有了 右鍵回去 拉框 右鍵回去 拉框 拉框 一直拉一直拉 這是不是跟我們剛剛那個超像 這個語法 是怎麼貼過來的 這裡有一些explorer 對不對 這邊有一些action 對不對 好那如果你想要把這個圖片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是plotsc2 這個東西 sc2 他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本身 他其實是一串html語法 對不對 你看到了吧 他有標籤對不對 html語法 所以暗示的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把它 以文字的形式 存成html的一個file 然後我可以把它 下載下來 我可以用網頁游覽器把它打開 還記不記得網頁就是html語法 所以既然他是html語法 既然他是html語法 我是不是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 牽入到我的 shinyapp裡面 你還記不記得我前幾節課有示範 如何直接貼一段html語法 到 R裡面 到那個shiny裡面 還記不記得 前面應該有吧 我如果忘了我現在找出來給你們看 在這裡 我忘記第十三課 不是第十四課 那就是上捷克 UI example UI 這裡 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貼一段html語法 好 可是這個直接貼這一段html語法 他是那個就是 他貼的這一段是那個 你要 你就不能改了 對不對 我直接把剛那一串 直接貼在這裡當然也可以 可是我現在想要讓他跟 server 端互動 我希望的是 server 端产生一段html語法之後 然後他把他 然後這個 然後他在 UI端 我就把這段html語法呈現出來 我們看一下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來 我們的 server 端 我們現在把 global 把它 delete 掉 我們的 server 端 UI 端就是 一個空的 空的這個網頁 然後html output chart 1 接著 server 端 我們做的事情非常簡單喔 我們把一個 data frame 讀進來之後 我們直接把 scatter plus 秀出來 所以這個 random g vis 這是一個特殊的 對應 他對應到的這裡是 html output 我們按下 run 看到了吧 他出來了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改他 欸 我在 UI 端如果給他一些控制吧 改一些 server 端的這個東西 那他是不是就有不同的圖就出來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好練習3 上傳資料並且畫出散布圖 什麼意思咧 來 我們之前 的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這個語法 我們把這個關掉 我們把這個全部都關掉好了 好 我先把該關的關掉好了 這這邊太多了 好這個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下載練習用檔案嘛 我們先下載 然後桌面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run app 好 這是不是我們之前那個 這個我們的範例檔案嗎 對不對來 下載桌面 example 好你是不是可以選兩個變數然後去產生這個圖 你現在是不是看這張圖 越看越不順眼 就覺得很醜 把它換成google chat 這樣可以吧 換一下 好 如果你覺得這一題應該也是很簡單的啦 如果你完全了解 到底該改哪 就是 該到底該怎麼把這個 part 把它貼到這裡來 這應該也是很簡單 我們給大家十分鐘的時間 來做這件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要怎麼改那個圖進去啊 它其實沒有很難嘛 就是 我們首先 這是我們本來的嘛 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本來的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上傳圖片 上傳檔案 然後就畫圖嘛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要改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本來 我們關鍵元素是什麼 我們現在變成 HTML Output 跟Random GVS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套件 所以我們只要把我們的 多這個套件 首先都要多這個套件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把我們的 Plot Output 改成 HTML Output 然後後面這個參數都不要了 改成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在Server端 本來是 Random Plot 改成 Random GVS 對不對 然後本來是畫這個圖嘛 對不對 本來畫這個圖啊 對不對 現在我們是不是 先把它改成 先把它改成 改成這個樣子 改成這個樣子 改成這個樣子之後 這個NewData 這個NewData 就等於 這個X1就等於X嘛 然後Y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畫了 好 這樣就可以畫了 我們先讓它 讓它出來看一下 我其實沒有改很多行 對不對 看到了嗎 是不是出來了 是不是出來了 好 現在不能改顏色啊 很討厭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怎麼改 這裡是不是有Color 那 這家有Color啊 那還不簡單 好我們先 我們先直接貼上去啦 我們這裡 這個 這個Title你都還可以改成 這個InputX 跟InputY 對不對 然後我們改一下 paste 0 InputX VS VS Input Y 再一次 怎麼有點慢啊 好你看到了吧 它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改了 我這裡改這個 我改這個是 欸 它怎麼跑掉了 算了 欸怎麼我的 電腦盆不知道發 電腦盆開始有點慢了 有點嚇人了 好這個是可以改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顏色就是 這個顏色我們只要 稍微改一下這一行 就可以解決了嘛 對不對 好這個我就 這個我就懶得改了 我們直接看答案啊 好不好 答案在這裡 其實 欸就是 這裡我們就直接把 這樣的一個 東西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不好 那這個 呃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這個大作 這樣可以吧 就是把 就是Google的這個 chart 把它放到我們的 這個 城市裡面 好那我想跟大家講啊 就是我們大概上課 就上到這裡 那 那個最後一節課 呃 我也路過癮了嘛 那大家也知道了嘛 那我看到有些人已經用 最後一節課的技術 在做事情了 那我覺得非常好 那現在大家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到目前為止 你學的 就是你是覺得你學的 我覺得不錯的啦 對不對 你大概 我們總結了一下 你需要做 你可能 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第一個 就是 你 會寫網頁嗎 對不對 我想這個會寫網頁這件事情 應該是這個 就是 呃 國防安全其他課沒有學到了 這樣子 這個可能 可能在這裡你有學到 我沒有說Python不能寫網頁 只是老師沒有教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就有一些 討論說到底什麼 課程要教什麼 這個有些差異化這樣子 第二個 這個 你應該有一些 就是 就是 基本的那些 就是基本二十幾個函數的 熟悉運用啊 那個你應該很熟悉啦 尤其是索引 回圈啊 這些你應該 你應該就是 開始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只要想的 你只要 你想做的事情 你只要稍微想 你應該是都做得到 這樣可以吧 那第三個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學會抄襲 抄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看我們剛剛都在抄襲 對不對 然後 就是上課的資源會一直留著 就是你上過的課 這些不管是影片啊 上課講義啊 基本上在 在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內 應該他都會在網站上存活啊 因為這台伺服器是學校的 所以他大概要壞掉的機會 沒有那麼高啦 好 那所以我想這樣大概上課 我們就上到這裡啊 那我希望你們可以就是 呃 有能力就是 這個程式學了以後啊 這個課程目標就是 你們以後 第一個你們某些事情 原本你們是手工做的 覺得說你們要 爬文收集資料 對不對 你們可以用程式去行 以後這可能會差非常多哦 以後你們要做研究的時候 那個什麼 可能要一個病人一個病人 去抄他的什麼lab資料什麼的 欸可不可以寫個程式去做 應該沒有那麼難 好第二個 這個就是可以改善你的工作 第二個是 你可以很好的把你的這個研究成果 或者是把你的這個 你想要給人家呈現的 讓他變成一個網頁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呈現上面都會好很多 那我想這節課給你們幫助啊 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這學期就上課 上到這裡啦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